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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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和的正福宫 是当地非常重要的土地宫信仰 在这里求事业的顺利 都会祈求土地宫保平安 最重要一件事情呢 是每到农历的八月 新路主的拔拔仪式 能够求得成为正福宫的 新的颅主不但事业能够非常的畅旺 同时他也进行了另外一个活动 是什么呢 去金鸡啦 把这个金鸡请回家 那你这一年就不得了啦 我去年有拔到金鸡 我早上又请回来 要给土地宫拔 今年又要跟着我回去 我又拔到这支金鸡 请回家继续在行李上 趁多钱 为您访问的是总代室徐启东 总代室你好 你好你好 你这里很多故事对不对 有求必应有求必灵 我们这个土地宫廟 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有 18年左右的楼树 因为以前是我们農業社会 我们这间土地宫廟 没有中间的时候 以前有的都是 残嘛 以前更小的地方 在那里面 我们这个民国六十九年 丁花属心 大家即使来重建这个 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一年了 所以这流失就是这样 我们土地公博真的很灵验 有求必应 不管要求公民也好 求财求利 或者是我们掉了 找不到了 来求他 东西都会找回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算一个是中永和这边 也是一个 宗教信仰中心 在中和政府宫 我们主寺的就是土地公 那其实是 这中间是因为土地公说 他要娶老婆 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以前老主寺者 他就说土地公有给他指示 说他要娶一个作伴 所以现在我们有 共事土地公跟土地婆 就是这个原因来 那总干事请问 有没有人特别是来 跟土地婆求些什么呢 有吗 有啊 求英联啊 哦 跟土地婆求姻缘啊 对对对 主委你好 大家好 所以在这里首先要请教 您跟政府公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姻缘 成为这里的主任委员 之前公司在旁边 每个月初二十六 我都会来这边拜拜 我们知道今天是政府公 把楼柱最重要的时刻 好像每一年其实这个楼柱呢 他的这个事业都会越做越大 我们的邮主委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例子 对不对 十几年前 因为每年八月六号 都会把那个 跑给楼柱 我就是从做楼柱开始 从一间小小的公司 做到现在连营业 好几亿的公司 我很感恩 感谢那个土地公保佑 让我现在事业越做越好 我们为你访问到的是 政府公的老祖 听说这一年你大贪钱哦 没有啦还好啦 就小赚啦一定有啦 事业是不是很顺 是有 他有如果说比较不顺的来找土地公爷爷 他心情就会比较好 拨楼柱 很多人都来报名很有岳 拨楼柱也有人 那一年拨楼柱房子买好几间 拨楼柱头家隔年都要来卸神还愿 正国公新的老祖处啦 他是黄启瑞先生 但是非常特别的是呢 其实前一任的老祖黄慈千 是黄启瑞先生的女儿 工作上市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 尤其是在这两年吧 因为疫情关系 其实同行已经蛮多都已经倒掉了 然后我们却还可以一直 就是毅力不咬的维持住 我觉得土地公跟土地婆 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 土地公在地方民众来讲 都是一个重要的信仰 那同样的政府公呢 也是在我们地方的一个重要的信仰中心 特别这几年来呢 我们这个政府公 对于这个弱势团体 这个辅助不予一利 土地公伯啊 这个经費 就是取资与社会 我们来用资与社会 我们来替土地公伯啊 来做一些宣事 我们每年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比如说七月度的普渡 今年由我自己亲自开车 再去全省的孤儿院 给他们一点温暖 第二个就是做一些急难救助 全省只要有生活有遇到困苦的 来这边申请 我们都会亲自去做 遵从神明的旨意 去服务所有的这些乡尼百姓们 把这个社会正面的力量 带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哦 有空就来我们中和正福公走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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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